哟,我来了,欢迎来到投机实验室 如果你经常错过好的入场点位,抄底总是抄在半山腰 那么建议你了解一下马丁格尔策略 或许这种方法能大幅提升你的交易容错率 马丁格尔策略全称是Dollar Cost Averaging,也叫美元平均成本 跟我们常见的定投策略类似 定投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用固定的金额买入一些资产,不论涨跌 这样一个完整的牛熊周期下来 定投的平均成本一般会低于单次全额买入的成本 相较于一次性全仓买入后 可能面临的风险分批买入的定投等于是分散了风险 也减少了情绪化买卖的几率 而马丁格尔策略是在一个行情周期内 执行类似波段抄底的操作 交易者可以将固定的仓位拆分成几部分 价格每下跌一个幅度比例就进行成倍数的加仓 以此抓住短暂下跌时的机会 等到行情反弹达到止盈比例后 就全部卖出获利 这就完成了一个交易周期 在交易中 这种方法可以与趋势与其他策略结合 使用上会更加灵活可控 马丁格尔策略以往多用于波动市中 体量较大 单边行情相对少的外汇市场 如果对标到加密货币市场 满足这些标准的 也只有比特币和以太坊这种 为数不多的几个大体量币种 其他的山寨币由于波动幅度过大 使用这种方法就很容易被套在山顶吹风 接下来我就结合实例解释一下 马丁格尔策略的交易规则 我们打开欧益交易所 找到交易里面的币币交易 选择策略交易模式 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现货马丁格尔的策略选择 我们点击进入 欧益的马丁格尔策略可以自动运行 可以省去很多操作的麻烦 同时内置了设置好参数的智能创建策略 和手动创建策略两种功能 我们以比特币USDT交易对为例 打开手动创建策略 第一个要设置的是触发条件 比如说跌5%的幅度就加仓 单次指引目标是10% 第二个要设置的是投放金额 初次下单金额设置成10 加仓单金额是20 最大加仓次数设置成4次 第三个是高级设置 触发类型选择立即触发 加仓价差倍数设置成1.5倍 加仓金额倍数是2倍 止损目标可以设置成50% 注意 止损价格必须要低于第四次加仓的价格才可以 比如我们设置成40% 策略就无法成立 设置成41%或50%就可以 用户资金总共占用310USDT 参数设置好后就可以运行策略了 比如我们策略创建时候的价格是2万USDT 立即触发就相当于用试价单立即入场时USDT的仓位 其他的加仓 只因止损订单都会是限价单挂单的形式存在 那我们现在就有10除以2万等于0.0005个比特币 第一笔订单的持仓成本就是2万USDT 只因价格是2万乘以1加10%等于2万2000 止损价格是2万乘以1减50%等于1万 第一个加仓单的触发价是2万乘以1减5%等于1万9000 下单数量为20USDT 第二个加仓单的触发价是2万乘以1减5%减去5% 乘以1.5等于1万7500 下单数量为20乘以2等于40USDT 第三个加仓单的触发价是2万乘以1减5%减去5% 乘以1.5减去5% 乘以1.5乘以1.5等于1万5250 下单数量为20乘以2个2等于80USDT 第四个加仓单的触发价是2万乘以1减5% 减去5% 乘以1.5减去5% 乘以1.5乘以1.5减去5% 乘以3个1.5等于1万1875 下单数量为20乘以3个2等于160USDT 如果价格从2万开始下跌 跌到1万5千USDT后只跌回升 那前三个加仓单就可以成交 那我们就有10除以2万加上20除以1万9千加40 除以1万7500加80除以1万5250等于0.00908个BTC 平均持仓成本就是100加200加400加800 除以0.0908等于1万6512.1USDT 那本次交易周期的指引价格就等于1万6512.1 乘以1加10等于1万8163.31USDT 当价格到指引价格后 我们所有的持仓就会被自动卖出 并以盈利结束了这次策略交易 实例有些复杂 可能需要中学以上学历才能看懂 接下来我会详细解释一下 马丁格尔的用法 各位一定点击订阅按钮 并坚持到最后 这个行为一定能拯救你今年的钱包 第一个是创建模式中的智能创建 里面分为保守型、平衡型和进取型三个等级 是根据用户资产状况和承受能力 为用户推荐的不同风险程度的参数 各位如果觉得参数好用 但是想做些微调 可以点击复制参数 至手动创建就可以了 第二个是加仓的参数 主要是加仓价差倍数和加仓金额倍数比较难理解 不同加仓的订单的价差 是设定的跌多少加仓决定的 我们可以对跌多少加仓进行倍数设置 比如2%、4%、8%的跌幅分批买入 加仓价差倍数越大 后面每笔加仓订单价格之间的差额也就越大 不同的加仓订单的买入金额也可以设定相应的倍数 比如前面设置的两倍 也就是立即触发的订单的买入金额是10美元 下一笔加仓订单就会买入20 再下一笔加仓单就是40 以此类推 越往下加仓的金额就越大 第三个要说的是止盈 单次止盈目标和止盈价格 单次止盈目标就是在一个交易周期内 交易员希望赚取的收益 比如10%的止盈目标按上述例子 如果一个交易周期只成交了一个立即触发的订单10美金 那这笔交易会在价格到达22,000美金的时候 会以盈利1美金的收益结束 如果买入后价格下跌触发加仓单 那么平均买入的成本就会降低 止盈的价格也会动态调整 只要达到现有成本赚取10%的目标就会结束交易 需要注意 一个周期的交易结束后 如果想要停止的话 可以选择手动关闭策略运行 不然就会持续地进行加仓止盈 这样的交易周期循环 第四个要说的是预留资金问题 马丁格尔策略创建之后 关于交易资金使用的默认选项是提前预留足够资金 勾选后 在交易周期内的所有订单所需的买入资金会被预先占用 作为交易准备的资金 也会从主账户划转至独立的策略账户锁定 无法挪作他用 如果不勾选 可能会因为资金不足导致无法加仓 所以 各位尽量不要把加仓价差倍数 或者加仓金额倍数开得过大 否则后续加仓单的触发价格会距离很远 导致成交的概率会比较小 在交易之前 对于一个交易周期可能要用到的全部资金要心中有数 否则资金被长时间占用的问题会很明显 并且风险会非常大 第五个要说的是马丁格尔策略的使用场景 前面讲过一期震荡行情如何交易的内容 其中的交易流程马丁格尔策略同样实用 步骤就是 一是识别震荡区间 二判断大级别趋势 坚持顺大势交易不动摇 三信号共振 四马丁格尔策略进出场 用马丁格尔策略进场的资金 总额最好相当于平时下单时的资金 比如 你平时下单的仓位金额都在1000美金左右 那做马丁格尔策略的时候 如果你要加仓四次 那一共五次的订单额度 最好一共也维持在1000美金左右 千万不要以立即触发1000美金 加仓2000美金 再加仓4000美金 这种无止境的加仓方式 这样操作就完了 马丁格尔策略起源于赌场 有一个混号 叫做斩龙 套住你只需要第一手 因为你会补更多的仓 如果补仓的次数过多 你将无法斩掉这条越来越长的龙 最终就会被恶龙吞噬 这样使用马丁格尔策略 被套住的交易员有一箩筐 所以 在位置选择 仓位配置和加仓次数 三折找一个平衡 这样才能发挥马丁格尔策略的效用 而不是被策略支配 好了 检查一下 是否点击了订阅按钮 以免错过 更更有利可图的交易系统 祝你早安 晚安 拜拜 注意 上述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